第百零一集 多远 这个时候 叶凡再次发难 金书化成电芒 划破黑暗的虚空 眨眼斩到了镜弦 势如匹列 无坚不摧 鼓励一声将其左腿截断 那个人终于残叫出声 在地上翻滚了起来 直到这时候 叶凡才长出了一口气 戒备着向前逼近而去 这是他第一次 服杀敌人 初时不免有些紧张 失了一些准头 李家七少爷 我们又见面了 地上那个不断翻滚 鲜血横流的年轻人 脸色苍白 当看清是叶凡后 他露出几乎不敢相信的神色 怎么是你 有什么不对吗 叶凡身色平淡 隔着一段距离看着他 想不到是你这个小崽子 我真是看走了眼了 李家的七少爷满脸 猙獰之似 痛苦与愤怒无比 看起来非常吓人 谢谢七少爷送我一场大机缘 叶凡站在远处 脸上带着淡淡的冷笑 你 你 李家七少爷气得身躯秃秃颤抖 在这一刻 他绝望而有窝火 更是非常的愤怒 听天的父母到底是怎么死的 说到这里 叶凡语气转寒 金光一闪 紧疏快速冲了出去 扑扑两声轻响 李家七少爷的双臂 全部断落了下来 叶凡还是有些不放心 再次祭出金红 在他苦海上轻轻一划 小崽子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臣为什么总是说这种无用的话呢 叶凡走到他的近前 你这个畜生 坏事做绝 丧尽天良 今天完全是你的报应 我会慢慢的伺候你 啪一声 叶凡一巴掌抽了过去 将他扇飞出去 似无迷远 你 你 李家七少爷的双目在喷火 叶凡走过去 一脚踏着那张 还算光滑的脸上 人在坐 天在看 恶事做绝 你以为能够逍遥一辈子吗 叶凡见到老幼病残无主时 心中总会涌起酸涩的感觉 可是一旦见到世强凌弱 为非作歹的人 他总会变得很无情 心中冰冷 看似矛盾 但却是真实的性情使然 过剩的同情心与冷酷无情同存 他不知道更偏向于哪一种 比如现在 他绝对是无情的 无丝毫怜悯之心 他在李家七少爷的脸上声音冰冷 不想受罪的话 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 不然的话 你会明白后果 有崽子 碰的一声 叶凡一脚将他踢了出去 李家七少爷的牙齿全部松露 白袭与细嫩的脸颊 彻底肿胀了起来 口鼻喷血 看着你细皮嫩肉 活脱脱就是个太监 不说什么 我成全你 让你名副其实 叶凡 再次祭出金湖芒 定在黑暗中 光辉熏了 你 你要干什么 李家七少爷惊恐无比 让你做太监 不要 不要 我说 我却都说出来 李家少爷 吓得脸都变形了 对于男人来说 这是彼死 更让人难受的事情 没出息的东西 叶凡坐在不远处的一块青石上 静静的听他说起往事 婷婷的父母 果真是被李家的几位修饰害死的 他们以不菲的代价 从其他修饰手中 换来一种珍惜的药物 可以引强大的异兽狂暴 神不知鬼不觉的 洒在婷婷父母的身上 结果 他们外出采集灵药时 被可怕的闪电鸟丝的粉碎 当然 里面还有很多肮脏的交易 与阴暗的诡计 闻之让人愤慨 叶凡是一阵叹息 不论是樊素杰 还是修饰的世界 都没有什么区别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复杂的人性仇怨 就连修饰也不能免俗 叶凡探手从他怀中搜出一个木盒 而后一脚将它灯开 借助星月的光芒 缓缓打开这个有些沉重的檀木盒 在里面 有一个淡黄色的石块 能有拇指粗 一个指节那么长 虽然是很小的一块 但入手却很重 叶凡感觉到一股蓬勃的生机 据古籍记载 天地和气生万物的时代 草木繁盛 生灵强大 灵药无际 更是结出许多园 似虎破斑晶莹 那里却丰有大量生命精华 这就是园吗 叶凡在月光下反复观察 发现这块园内部充满了杂质 晶莹的部分 不过占据了三分之一而已 这多少让他有些遗憾 这并不是纯净的缘 但是即便如此 他也非常满足 在这如同琥珀般的骑石中 陨藏着一股 极其旺盛的生命精气 里面有如同雾气 与霞光般的东西在流转 好东西啊 不知道能助我将苦海 开辟到多大 那是我的 不远处 李家七少爷 在血泊中身影 咬牙且齿 充满怨毒与愤怒 这块园不是在一座 深山古洞中发现的吗 难道仅此一块 没有其他的吗 在叶凡的酷刑下 李家七少爷什么都说了 没有意思的隐瞒 那座古洞中 有一个作画的修饰 年代太过久远 骨架都疯化了 只留下这样一块圆 真是太遗憾了 我以为能够收回几块呢 叶凡自己都觉得有些贪心了 我什么都说了 你 你能不能放我一条生路 李家七少爷 眼中露出一丝 稀奇的光芒 他当然知道 这只是一种奢望而已 对方不可能放过他 你们在谋害婷婷的父母时 有没有想过怜悯之心 你们在逼迫 江老伯与小婷婷 这样的孤苦老幼时 有没有想过 留给他们一条生路 叶凡一脚将他踢了出去 我给你一个机会 自己了结吧 免得受罪 我现在还没有杀过人呢 不想手上沾血 你 你没杀过人 李家七少爷 被这句话气得浑身颤抖 你 你要走天大雷劈 叶凡一脚将他 蹬到一块山石前 自己撞死吧 如果逼我动手的话 先让你变成太监 然后 再要你的命 在这一刻 李家七少爷 憋屈的要发狂 这种死法太窝囊了 别人竟然不屑于出手 要他自己解决掉自己 小崽子 你他妈的真混账 我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李家七少爷 气得不断磕血 叶凡坐在不远处的 一块青石上 哪里有那么多废话 自己赶紧动手上路 我可没什么耐心 你 我 李家七少爷 憋屈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最后大吼一声 你不得好死 碰的一声 一头撞在山石上 死于非命 你是自己撞死的 我可没有杀人 叶凡站起身来 开始打扫痕迹 足足耗费一个时辰 才将一切抹除 然后向小镇走去 他虽然看似平静 但其实手心里 却早已出汗 这是他生平以来 第一次杀敌 纵然是七少爷恶贯满盈 理应当诸 还是让他感觉有些不自在 叶凡抢夺到园后 并没有急于修炼 他深深的知道 园蕴含着庞大的生命精气 打碎后 会冲出园力浪潮 一个不小心 就会被其他人发掘 眼下一切都要小心为妙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 清风阵很平静 直到第三日 李家另外两名修士 从烟下洞天赶回 才一片大乱 波及到了整座的小镇 本集 一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谢谢你们 喜欢本故事 请在评论下方 点上小红星哦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